很多案件 他充满了诡异 离奇的色彩 例如此案 一男子被人杀害后 凶手将他的尸体装入麻袋 绑上重物 沉入湖底 东窗事发后 警方开始打捞尸体 捞啊捞 竟捞出了另一句 已经失踪一年多的男尸 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没有监控 没有目击证人 时间2009年大年初四 地点贵州省贵阳市 这一天清晨 一中年妇女神色匆匆的 来到贵阳市云岩分局报案 他自称 他的老公刘德华被人绑架了 以下是他讲述的案发经过 昨日深夜 他开着车 拉着丈夫刘德华 妹妹吴红艳 从自己的酒楼出来 准备回家 在途径大营波转盘处时 妹妹说要下车去买东西 他停好车 妹妹刚下车 正在此时突然从暗处冲出了两男一女 三人钻入车内 从背后挟持了他们 其中之一的女子更是拿枪抵住了她的头 之后 在他们的要求下 他开着车 拉着几人漫无目的地 游走在贵阳市的大街小巷 直到次日清晨 在一处四孝无人之地 几人下了车 裹挟走了她的老公 一开始 他以为几人是绑架勒索 他害怕几人撕票 故 没敢报案 直到十几个小时后 是仍未收到任何消息 这才来到了警局报案 面对报案人吴敏的这一套说辞 警方是心生疑虑的 一来是 绑架的最终目的就是勒索 但从当下来看 这更像是仇杀 二来是 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妹妹刚下车 几名歹徒就上车了 如果是仇杀的话 那妹妹肯定就是帮凶 警方是不相信 巧合一说的 三来是 吴敏说 当时她惊吓过度了 并没有记住几名嫌疑人的向往 这也不符合常理 案发经过你记得 案发细节你也记得 为什么偏偏几名被害人的向往 你不记得了 随后 为了验证她的说辞 警方立刻传唤其妹吴红艳 来到警局问话 披露出现了 吴红艳说 当天的确是自己下车后 几名歹徒上的车 但提到下车地点时 她与其姐吴敏说的不一致 准确的说 是相差甚远 很明显 两人之一 有一人说谎了 或者说 两人都说谎了 大计恢复术登机启动 很快 吴红艳率先扛不住了 她说 姐夫刘德华已经死了 尸体就在洪峰湖风景区的湖底 吴红艳说 姐夫滥赌 家报 姐姐为了摆脱姐夫的控制 从去年九月份开始 便谋划杀害姐夫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姐姐还找来了 她酒楼的部门经理 顾怀虎参与此案 案发当天 姐夫从昆明回家过年 三人组了一个鸿门宴 将从来不喝酒的姐夫灌醉了 之后 他们将车开到洪峰湖峰景区 在车上乱刀囊死了姐夫 随即又将她的尸体塞进麻袋 最后在绑上两根三十公斤的铁锤后 丢进了洪峰湖湖底 这就是案发经过 铁证如山了 当天 吴敏顾怀虎被缉纳归案 但即便如此 吴敏还是拒不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 警方知道 是时候将刘德华的尸体打捞上岸了 本案中最最离奇的一幕要上演了 洪峰湖水深四十多米 水底错综复杂 打捞难度极大 在确定了大致的抛尸地点后 警方找来了专业的打捞队 开始打捞尸体 打捞工作 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 潜水员费尽万难 终于找到了一具尸体 然而 将尸体拖上岸后 法医傻眼了 因为啥 因为该具尸体 已经被炮得面目全非了 已经出现尸辣了 而刘德华失踪至今 才过去了短短十七天而已 这不符合尸变的顺序 随即 警方提取了该死者的血样 经过比对 原来他不是刘德华 而是附近某村村民李某 经过尸检 李某全身上下 并无明显外伤 肺部与呼吸道内充满积水 这符合溺水死亡的特征 离奇 打捞继续 下午一点三十八分 水下再次传来消息 打捞队员找到了一个 与几名犯罪嫌疑人 描述高度相似的编织带 消息传到岸边 闻讯赶来的刘德华的家属 嚎啕打哭 然而将编织带剪开 在场中人又又傻眼了 编织带里装着的 并不是刘德华的尸体 而是一昆昆从电缆线上 被剥离的胶皮 哭错了 尴尬了 打捞再继续 然而 这一次 随着时间慢慢的流逝 水下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了 太阳下山 水温骤降 打捞中断 思虑再三 警方找来了本地的渔民协助打捞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至此 本案成功告破 那么问题来了 吴敏说的就是真的了吗 不见得 据刘德华的家属说 吴敏这个人的行为作风 存在严重问题 真相 也许只有吴敏自己知道了 同年 经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吴敏死刑 而出于意气 帮助吴敏协助杀害刘德华的吴红彦 顾怀虎 也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